在美國比華麗山的名店街 倫德爾 Drive 入面的IWC Poteet 就有Poteet Special Edition 它是藍面配上砂漠的圖瓷殼 再加上碳碳的crown 以及底蓋的部分 我看這組合是藍面配圖瓷殼 其實它寫明 它沒有標殼的 整個標是有鐵橙和砂漠的部分 我猜應該是Paxe 和底蓋和扣 這支手錶是IWC萬年歷 再配上一個Big Pilot 早幾年很多人都喜歡 尤其是新高 這支手錶是很粗的 再加上你的手夠粗 當然好看 我自己的手很細 不是很細 其實我的手也不細 正常粗度 6.7度 帶出來 始終越過了自己的手 因為手本不夠粗 我這支手錶很粗 使用手錶是朋友的 我帶了幾天 我們帶給大家討論一下 這支手錶 IWC 說它在7天鏈 但它應該可以通過約9天 正確實 他後面有用了橄圖技術 不知在哪個部份是有陶瓷的部份 令錶運行得好一點 我就不是深究那個動作 IWC的盤連力雖然不是用一個窗 例如Gazutti 顯示比較容易看 但他的字和編排都很清晰 做得好,應該這樣說 錶殼很大,你看得好清楚 如果這個錶殼36mm 就真的是我們這些已經踏入中年後期的人士 就很難看得清楚 因為眼睛都不能看得那麼清晰 直獨色的年份 到現在都是我很欣賞的一個部份 不知是否去到二四幾年的時候 真的有位人士帶來錶尾宇斯回換日視 不知會不會是這樣的 這隻手錶 IWC 已早一兩年 46mm 出了很多版本 紅金、砂糖、鐺鐺鋼、銅 其實真的有很多版本 我想跟大家說一說 這是我一個資深的IWC 收藏家 他說現在的萬年力做得好一點 近兩三年 以前可能你不夠鏈 你帶到不夠鏈前兩三年的時候 他跳就不夠力 可能跳兩三支 就跳不到第二支 我每天都給他足夠鏈 不要等到他只剩下一天 才再上鏈 或者自動帶回去 可能怕他在半夜的時候 因為鏈不夠 就跳不盡所有功能 即是星期日曆 月上的部分 不過現在他說 IWC 改良了 就沒有這個問題 自從聽到他之後 在這幾天 我每天都給他足夠鏈 他亦走得好準 其實我都玩了兩個星期 現在看到星期一 16日 年份2022年 現在一月 你又很難再看 他不夠力 不過我也奉勸各位 如果教得正確 買了一支鏈 去年就不要經常搞 因為有時候 我覺得有些人 很喜歡教鏈 很喜歡試功能 不試 強力地用 其實鏈也未必可以承受 多謝大家